这也是当初魏无羡选择他的理由 并不是非蓝望鸡不可 当时事发突然 而蓝望鸡又那么恰巧出现在魏无羡的眼中 接下来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魏无羡很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他不是小白鼠可以任由人捏来捏去 遇上蓝望鸡后变得柔软 当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 有想告诉他的冲动 但是当时觉得还不是时候 让魏无羡最后很下心来的一件事 是因为看到蓝望鸡花边新闻 魏无羡在那一刻也失望了 现在吗 似乎变得不一样了 至于什么不一样 只有魏无羡一个人 清楚了星期天的早上 魏无羡睡得迷迷糊糊 好像听到电话声我问一下他 声音压得很低 生怕吵醒睡熟的人我知道 我会安排的 您就不要催了 总要听听他的意思 他不同意你就不回家了是吗 蓝望鸡你真的出息了 那头的蓝爸爸气得不停 儿子好几天没回家了 不能说不回家 要说被魏无羡限制的 不能回家了 你怎么就那么听他的话 你眼里还有没有你爸妈 只是让他来家里吃个饭 有这么难吗 不是的吧 我没说不回去啊 只是想先等一等 您忘了上次您绑架魏英的事情了吗 心里都有阴影了 虽然魏无羡没说出来 但是心里肯定过不去 别跟我说什么阴影不阴影 我不听 他在你身边吧 马上带他回家 吃个饭以至于吗 怕我也吃不了他呀 再说了 总不能一直躲着不见人吧 想进我蓝家的大门 这点胆量都没有 这以后怎么掌管 我们家那么多的家业 不是有句老话说吗 丑媳妇早晚都要见公婆 嗨嗨嗨 爸 您这是同意了呀 蓝忘机真的太高兴了 不然呢 这个傻儿子 孙子都那么大了 总不能让人父子分离吧 一直偷听的魏无羡蔽着眼 嘴角也开始上扬 醒了吧 我都听到你偷偷地笑出声了 说说吧 去还是不去 我还是那句话你来做决定 我们俩之间你才是主宰 去你家 也许是刚睡醒 声音都显得慵懒许多 怕了 但蓝忘机凑过去 亲吻魏无羡的额头动作 温柔又缠绵 又不是没去过 有什么可怕的 早晚都要去的 不是吗 虽然第一次去的时候 有些不高兴 但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魏无羡很喜欢跟蓝妈妈说话 也喜欢吃她做的饭 魏无羡可不想当缩头乌龟 早晚都要去面对蓝忘机的爸妈 说去就去魏无羡起身穿衣服 某人爱手爱脚地 瞎帮忙蓝忘机 我裤子呢 又给丢了吗 裤子 哪条裤子 哦 扔垃圾桶里面了 蓝忘机漫不经心地说着 还真的 真的给扔了 还扔垃圾桶里面了 这家伙真的太败价了 为什么丢了 我新买得好不好 好几百大洋呢 说扔就给扔了 经过我同意了吗 撕坏了 当然要扔了呀 留着谁穿了蓝总给的理由 也很充分 总之丢了是因为没有任何价值了 撕坏了 魏无羡猛地拍了下脑门 确实记得蓝忘机 昨天情急扯 没想到被撕坏了 你怎么就那么大力气 就不能轻一点 好啊 下次我轻一点 某人皮笑肉不笑的 一有所指的开口 不就一条裤子吗 我们蓝总买十条 二十条甚至一百条都没问题 蓝总最不缺的就是钱 不过重点不是在于 什么裤子不裤子 魏无羡才是重点 两个人匆匆洗了个澡 魏无羡坚持要买些水果带过去 去蓝忘机家里做客 不能空着手去 这样也显得很有礼貌 早知道去店里那树花好了 买了一些水果可以吗 你爸妈有什么喜欢吃的吗 苹果会不会太普通了点 像蓝忘机那样的豪门家庭 一定什么都不缺 问你话呢 想什么呢 这男人在神有什么 蓝忘机也没闲着 负责拎着果篮家里什么都有 花这些钱做什么呀 就是知道你家什么都有 才要买 这叫礼貌懂不懂 又细心地挑了很多 总算心里舒服了些 这次是蓝忘机牵着自己的手 走进蓝家的大门 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建设 但是魏无羡还是紧张的手心 都出汗 你们回了呀 来来来快进来 这孩子到家了还这么客气 蓝妈妈笑咪咪地迎了过来 亲切地拉着魏无羡的手 买什么礼物啊 人来了 我们就高兴 谢谢阿姨 魏浩晨那个没良心的小东西 看到魏无羡来了 高兴地扑了过来小爸爸 你可算来了 我可想你了 臭小子 想我也没见你打电话给我 让我看看 胖了呀 长个子了 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开心吗 魏无羡亲密地抱着自己儿子 开心啊 能吃能喝又能玩 当然开心 来了呀 蓝爸爸一脸严肃地开口 既然来了 我们就坐下商量一下 也没机会跟你们说 今天把话都说开了 免得大家以后见面尴尬 还他爸 有什么事不能改日再说 孩子们好容易过来一趟 叔叔您请说 还有什么事魏无羡接受不了的 爸 有什么事非要现在说 蓝忘机有种不好的预感 这次老爸有备而来 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我们蓝家的社会地位 这不用我多说了 蓝忘机是我第二个儿子 在他身上 我付出了很多心血 将来也希望他能找一位 能跟他站在一起 能帮助他的爱人 我希望你能看清自己的位置 你只是生了一个孩子而已 我们蓝家也不会只有这一个孩子 母瓶子贵的想法 在古代也只能想想 现在不一样了 蓝忘机将来要娶 也会娶那出国留学回来的女孩子 有学识的人 两个人才有共同语言 共同的爱好 好一个母瓶子贵 原来叫我来这里 并不是真的欢迎我 是为了讽刺我 呵呵 母瓶子贵 魏无羡笑了 爸 你在说什么呀 蓝忘机也不知道 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魏英 我爸喝多了别听他说 把奶喝了 数不清第几次蓝忘机 用这么冰冷的声音 对待魏无羡了 红已经哄过了 人家不领情 拳打脚踢 倒是挨了不少 总算把人拦下了 魏无羡你还要闹哪样 非要逼死我你才解气是吗 再好的性子也会被抹平 让我走此刻的魏无羡 倔强地不容人靠近 还沉浸在 自己被蓝忘机 从机场扛回来的画面 我都已经躲得远远的了 为什么还要来找我 想不通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是分手了吗 不是玩玩吗 是的 魏无羡知道自己怀孕后 带着儿子又想逃 在医院找不到时机离开 因为有蓝熙陈在也不方便 好不容易离开了 又是匆匆订了机票 还没登机 就被蓝忘机捉了回来 你现在这个情况 我能放你离开 怀着我的孩子 你想逃去哪 难道又像上次一样 分开八年 现在才来负责任 是不是完了点 让我走 只要离你远远的 我不想看到你 伤人的话说了那么多 也不在乎这一句两句 不会让你负责 那么多